哈囉 大家好 我是柯露依 前支影片呢 我有提到換土換盆 然後榮耀 我使用了哪些 那有一些花油呢 他們剛入手 他們有一些疑問想要問柯露依 那因為法規的問題 柯露依沒有辦法在影片中介紹的很詳細 柯露依呢 自己本身呢 沒有結業配 柯露依本身都是使用新榮的產品 或者是植物藥局的產品 那 呃 新榮跟植物藥局呢 他們都提供很多農藥 可以提供給花油們做使用 這兩家呢 都是 柯露依用了之後沒有產生藥傷 然後並且呢 對於蟲 病 蟲害的防治都有很好的效果 那 呃 新榮的話 就是高性的性 榮夫的榮 植物藥局就是植物嘛齁 植物 藥品的藥 菊花的菊 那你們可以Google或Facebook去找你們附近的農藥行 當場去問 然後告知他們說 你是要種玫瑰的 需要哪些藥品 那柯露依呢 因為已經買一段時間了 那 在 呃 這部分有一些小小的心得 玫瑰的話 通常他們會建議你 使用的藥品會有 劑麻 毛毛蟲 呃 還有那個夜蠻 夜蠻就是紅蜘蛛啦 再來就是細菌類 還有那個生菌類 這幾樣 還有掌炎劑 然後可能還有 藉殼蟲 這幾類 那蟲類的部分 因為它有時候會產生抗藥性 所以他們會請你們輪流買幾隻 那可能這次用A 下一次用B 那再下一次再換A 這樣子去使用 也有人會跟你們說就A加B 那劑量就是 各間少一點 這個可能就是 你們去農藥行 他們會給你很 詳細的介紹 那 呃 克露依為什麼介紹這兩間 是因為克露依前段時間 我有種紅蜘蛛 那我一直覺得它好像沒有好的很完全 又換了另外一家 結果呢 它就是產生了藥傷 那給你們看一下藥傷是長怎樣 藥傷呢就是 像這個葉子有沒有 它就是會有一點點 枯掉的感覺 或是一大片的這樣子 你看 黑黑的 這種就是藥傷 那藥傷會不會怎樣 藥傷其實也不會怎樣啦 就是只要你沒有下手太重它還是能活得很好 像這樣它還是長葉了 只是 旁邊的葉子你看了就是 有一點 不舒服而已 那 這邊呢 克露依呢 跟各位新手 剛入坑的那個朋友可以講一下 你們 種了紅蜘蛛之後 或者是種了白粉病啊 一些黑斑病啊 這些 你可能使用藥品之後 它的葉子 還是會一樣 就是 病蟲害的那個痕跡都還是會在 然後黃黃的紅紅的白白的也都會在 所以它不會消失 那你們就靜靜的等大概一週至兩週 看它的新葉 你看它的新葉可能現在就是健康了 那就代表它已經好了 對 不要因為你中間覺得 欸好像七字怎麼原本這些葉子都沒好啊 是不是 是不是我還要加強藥品不用 你就等它 就是等它 看它的新葉 是不是很健康 如果健康就是已經好了 因為其實克露依一開始也會就是 看到這種葉子很緊張啊 然後就是一直 可能 時間還沒到就又噴下一次 那克露依其實在噴藥的 呃 時間點大概就是 一週到兩週一次 那我每次都是 呃 還有 技馬 毛毛蟲 紅蜘蛛 然後白粉病 然後細菌類 還有那個 生菌類的 一起噴 就是 我都加在一起 一起噴 那 所以其實克露依講 講坦白了 克露依的植物很少有病蟲害 因為我是固定都在噴 所以我其實 有時候有些花有說他們的那個花有很多問題 其實我是不太理解 因為你可能 他可能是比較崇尚那種自然的自然系的啊 就是不太噴藥的 不然如果你正常有在養護 其實 我就是吃的花都還蠻正常開的 因為你如果紅蜘蛛的話 他會 紅蜘蛛或技馬 他們都會影響花量 那如果我有一次是毛毛蟲 那也很恐怖 因為毛蟲會整個把你葉面都吃光 你會嚇死 所以 基本上 我還是建議大家 榮藥的部分 或者是你正常的 病蟲害的防治 你還是要定期去做 那 寧可就是 多一層保護啦 也不要都不做到時候 你可能沒有花看 又要等到下一波 就蠻久的 那以上 如果說 其他花友們呢 有一些 其他的方式的話 也可以留言 給我們的這些花友 在觀眾們一起 看這些 留言 那讓大家都可以 一起來學習喔 好的 那我們就 到今天就到此結束 歡迎大家 點讚訂閱 加留言 掰掰 好